她的爆發力隨著她的身材變好 就是再具水準一點 對 當政大他們的三分線火力 旺盛的時候其實馬來 吳志凱 三分線 因為其實在半場打完 兩邊的套路其實也蠻熟悉的 對 誰能夠攻 誰不能攻 就是稍微一點點小細節 我們有注意到他們是明察秋毫 她的爆發力隨著她的身材變好 就是再具水準一點 射手就是教練也擔心她跑得太多 太累 所以她只要專心投籃 其實我 喔 這個 等一下你這次大學 不過在整個攻擊上面 似乎在政大這邊是比較果斷一些 而且也比較這個 即使對位情況 手就沒那麼方便得力了 完成了三分打 傳大腳 徐德琪 封中 找上隊友 教練會不會用她 四號的Balisi 對 當政大他們的三分線火力 旺盛的時候其實馬來 但是也得到10分 我們結束第一節 封中拉桿 好 往前推了 打得很快 走路徑的空檔 送信號 空中解決找到徐德琪 好 底角 馬俊凡的弧度再拉高 吳志凱 三分線 WIDEWIDE 教練的智慧了 因為其實在半場打完 兩邊的套路其實也滿熟悉的 對 這個誰能夠攻誰不能 張奇恩沒有出手 好 交給外圓的徐德琪 所以政大其實像這樣想快 就快不太起來了 嗯 張奇恩 空間可以進攻 尤其像他比較瘦型的 反而應該會怕碰到對方去 然後控制 以多打掃就被投三分 讓很多教練會覺得說 以多打掃你就切進去 自我推薦一下 心靈雞湯 鼓勵大家 又來了 好 往裡擠 還有一個 沒進倒地 不過底線徐德琪再補一球 好 GO PICCOLERA 哇 Cityget很快 馬俊帆代步 有問題 目前十四分的差距 所以這種比賽應該 大概就沒有懸念了 對